这节课啊,我主要给大家讲一下,就是咱们在设计这个卷积神经网络的结构的时候啊,所能用到的一些小的技巧,或者说是咱们一些已经成本的一些规定吧。 首先啊,咱们先来看下面这张图,就是说咱们首先啊,咱们现在有了一个输入,它是一个5x5大小的,然后呢,咱们对这个输入进行了一次卷积,进行一次卷积之后啊,我们得到了一个特征图,就是我们这个第一次卷积得到了特征图。 那么啊,我们这个卷积使用的是一个3x3的卷积盒,然后呢,不长是等于1党,就是说我从图像这个小区开始,一步一步的去卷积原始的图像,然后呢,咱们得到了这样一个特征图,特征图啊,就是说我们这个特征图上,这些啊,值啊,可能都是一些特征数值,比如说我随便拿几个数先写一下。 那么对于一个5x5大小的一个原始的输入啊,咱们使用3x3的卷积盒不长为1,那么咱们得到的特征图是多大呢? 我们之前啊,也是讲过这个公式了,在这里啊,就不再复述了,我们是得到了一个3x3大小的一个特征图。 那么这里啊,我要给大家讲的第一个概念,就是叫做感受也。 那么什么叫做感受也呢? 它的英文名字啊,是respective field。 这个respective field啊,可能是咱们在之后看一些资料啊,论文啊,或者是看一些别人写圆满啊,经常会出现这个词,respective field。 翻译过来呢,就是感受也的意思。 那么什么叫做感受也呢? 感受也啊,就是说对于我们特征图上的一个小单元,比如说在这里啊,咱们啊,拿这个浅绿色的小单元来说吧,它的特征值是个2。 那么这个小单元,我们说它的感受也是多少呢? 它的感受也就意味着,它对应于原始图像的那个区域的大小是多少。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啊,咱们使用了一个3x3的卷积盒,也就是说呢,对于咱们图像的每一个3x3的一个小区域,咱们都能得到一个特征值来代表这个小区域。 所以呢,对于这个特征值来说啊,它的一个感受也就是一个3x3大小的。 比如说在这里,我们经过了第一次卷积盒之后,咱们这个特征值啊,就是咱们这个特征图当中每一个小部分,它的每一个小部分的感受也的大小都是一个3x3大小的。 因为呢,咱们就是用这个3x3大小去在这个原始的图像上进行滑动,去感受这样每一个3x3的小区域,它的一个特征值。 这个就是一个感受也的意思。 那么咱们说完啊,就是说,刚才说的是第一层卷积过后的一个特征图上的一个特征值的感受也。 下面啊,咱们再来说一下,就是说,咱们啊,经过了两次卷积,啊,现在经过了一次卷积。 然后呢,咱们又经过了一次卷积,就是conver1,conver2。 那么咱们啊,经过了第二次卷积之后,咱们现在这个特征图上,啊,比如说我们这个特征图啊, 现在的一个大小可能是一个,啊,一乘一的大小,咱们就假设吧。 那么对于这样一个特征图上的一个特征值啊,啊,这个特征值,比如说它是2。 那么对于这个特征值来说,它的一个感受也是多大呢? 那么啊,咱们就要从头开始算了。 就是说,我们首先,哎,是用3x3的一个卷积盒,经过了第一次卷积。 也就是说呢,我们对于,哎,这里每一个,啊,这里每一个这个特征值啊, 它所感受的区域是一个3x3大小的。 那么我们再接下来进行卷积呢,就是说第二层卷积之后呢, 它的一个感受也是多少呢?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第二层卷积之后的, 它所能看到的是什么? 它所能看到的是我们第一次卷积之后的一个特征图。 它能把,啊,现在来说啊,就是说,它看到的是一个我们3x3的一个特征图。 那么这3x3的特征图啊,对用于咱们原始的输入是多大呢? 啊,咱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3x3的卷,啊,这3x3的一个特征图啊,对于咱们原始的输入,哎,是一个5x5大小的吧。 那么也就是说啊,我们经过了第二次卷积之后, 咱们得到的这个特征图上,它的每一个,啊,每一个特征值, 就是说,特征图上每一个小单元,它的一个感受液啊,都是一个5x5大小的。 啊,咱们可以看一下,就是说,经过了第一层卷积之后, 哎,咱们每一个特征图上的一个小单元啊, 它的一个感受液都是一个3x3大小的。 咱们再经过一次卷积之后呢, 这些小单元的感受液啊,变成了一个5x5大小的。 啊,这样的一个规律啊,就是说,当我们卷积的层数越多, 我们后面的特征图啊,它的一个感受液就会越大。 啊,那么这个感受液的大小意味着什么呢? 感受液的大小啊,就意味着,我们这个小单元, 它所能看到原始图像的大小,也就是说, 它会在多么,啊,这么大的一个原始的图像的区域内去提取特征。 比如说,啊,我对于这个,现在我画圈的这个,啊, 对于这个小单元啊,它的一个感受液是3x3, 就是说,它会对图像上每一个,啊, 它会对图像上这么一个3x3大小的小区域,啊, 进行一个特征的提取。 那么我们经过了第二层卷积之后, 我们这个小单元,它的感受液啊,是5x5。 就是说,我们这个小单元啊, 看到原始图像啊,它是一个5x5大小的, 就是说,它会对于原始图像一个5x5大小的区域, 进行一个特征的提取。 那么我们可以再想一想,就是说, 刚才我们说了,经过了两层卷积之后, 是一个5x5大小的。 那么假设,咱们现在经过了一个三层的卷积, 每层的卷积壳还是一个3x3大小的。 那么咱们第三个卷积看到的一个, 第三个卷积层啊,对于上面的小单元, 它的一个感受液是多少呢? 这个就不带大家算了,就直接告诉咱们了。 它的一个感受液啊,就是一个7x7大小的, 因为呢,我们每次啊, 每次对于卷积之后的一个小单元啊, 它都会相当于对原始图像, 会进行一个扩大的一个区域的一个探索。 那么咱们现在一个区域就是说, 我们堆叠的卷积层数越多, 它的一个感受液越大。 感受液越大呢, 意味着咱们所能探索的区域就越大。 在这里给大家画一下, 比如说,我们一个感受液是这么大的, 比如说这是一个5x5的, 我们还有一个感受液可能是2x2的。 那么大家想一想, 就是说,咱们这个5x5区域的, 和2x2区域的, 它们哪一个的对于图像的表达效果会更好一些呢? 肯定是这个更大区域的吧, 这个5x5的吧, 因为咱们对于特征提取啊, 咱们是用大范围的特征, 就是说能更概括的说, 咱们这个输入啊, 它是一个什么特征, 而对于这个22呢, 它只是输入图像的一个局部的区域, 所以说呢, 咱们用更大的区域啊, 也就是说, 如果说咱们有更大的感受液, 咱们就能够提取出, 更能够代表咱们这个输入层的一个特征。 下面再给大家说一下, 就是说, 刚才咱们说到了, 咱们可以堆叠三个这样三乘三的一个, 堆叠三个这样的卷积, 然后呢, 堆叠三个这样的卷积啊, 相当于对于我们最后一层, 也就是说经历完了三层卷积之后, 我们最后的这个小的这个特征值的单元啊, 它对于原始图像的一个感受液, 是一个七乘七大小的。 那么我们想一想啊, 就是说, 我们既然为了得到这个一个七乘七大小的一个感受液, 咱们堆叠了三层的卷积特征, 这样是有点麻烦啊, 我能不能直接就用一个七乘七的感受液呢? 比如说对于一个原始图像来说, 不管它是多大的, 我们直接用一个这么七乘七的大小去进行一个卷积, 不好吗? 这样直接不就是能得到一个更大范围内的一个感受液吗? 那么咱们大家想一想, 就是说, 我们用哪种方法好呢? 是堆叠三个小的卷积呢? 还是用一个大的卷积比较好呢? 我们评价一个模型的好坏, 就是说, 首先要衡量的就是说它权重参数的个数, 这个权重的参数的个数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如果说权重参数的个数越多, 意味着我们这个模型是更难训练的, 而且它发生过拟核的现象的严重性也就越高, 咱们来算一下, 比如说这是A类模型, 这是B类模型, 它们所需要的一个参数的个数分别是多少呢? 假设这里我们有用七乘七的卷积盒, 七乘七的卷积盒我们一共有C个filter, C个filter就是说咱们有C个助手, 去对咱们每个区域提取一系列的特征, 然后呢, 对于原始的输入来说, 它的一个深度也是C, 咱们刚才也说过了, 就是说对于卷积来说, 它的一个深度是要跟咱们前一层的深度是完全对应一样的, 那么咱们来算一下, 就是这个七乘七的filter size, 它有多少个权重参数呢? 首先就是说对于一个小区域, 我们有七乘七乘以C这样一个参数的个数, 然后呢, 咱们还有C个filter, 所以说计算出来最后结果就是等于49c方, 咱们一共有49c方这样一个权重参数的个数, 那么对于这样, 咱们再来算一下这个B类模型, B类模型就是说咱们有三个小的卷积, 三个三乘三大小的卷积给它堆叠在一起了, 咱们也来算一下, 就是说对于每一个卷积, 因为我们卷积是一个全值共享, 全值共享嘛, 全值共享我们所需要的一个参数, 就是说卷积的核再乘上它的一个深度, 就是三乘三乘C嘛, 然后呢, 再乘上一个C, 因为咱们有C个filter, 就是说有C个助手, 前面再乘个三, 因为是咱们堆叠了三层这样的小卷积, 最终的结果是等于27c方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两个数, 就是说我们同样达到了一个七乘七大小的一个感受解, 就是说同样对于一个卷积之后的一个特征值, 它是能看到原始图像区域的一个七乘七大小的, 那么它们不同是什么, 它们不同的就是说它们的参数的个数是明显不同的, 一个是49c方, 一个是27c方,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 当咱们堆叠了三个这样小的卷积之后, 发生的一个现象可能是并不是像咱们想的那样, 大家可能之前认为, 就是说我们堆叠的, 可能堆叠的卷积的层数越多, 咱们需要的参数也是越多的, 其实不是这样的, 咱们三个小的卷积, 要比咱们这样一个大的filter set的卷积所需要的参数是更小的, 因为我们可以通过计算公式, 直接就能得到, 为什么说我们这个27c方, 为什么说咱们这个三个小的这样的卷积, 要比咱们一个大的这样的卷积效果会好呢, 一方面是因为咱们这样的参数的个数是比较少的, 训练起来比较容易, 而且不易发生过你和的现象, 还有一点更重要的一点, 就是说它的非线性会更强, 那么为什么说它的非线性会更强呢, 咱们可以想一想, 就是说卷积神经网络的一个结构, 我们之前也说过了, 卷积神经网络一个很明显的结构, 就是说我们一层卷积之后, 紧接着要接的就是咱们这个激活函数, 这里我用软路来写了, 就是说每一层卷积之后, 咱们都要加上这样的激活函数, 使得整个网络保持一个非线性, 那么咱们可以想一想, 就是说当咱们堆叠了三个这样的卷积的时候, 咱们是不是使用的这样的激活函数, 就是我们使用这样一个卷积的, 是不是就是它的三倍啊, 因为这里我们使用了三个激活函数, 就是说每一个卷积之后, 我们都会连这样一个激活函数的, 所以说当咱们堆叠了更多的这样的小卷积盒的时候, 其实咱们整个网络的非线性, 它是一个更强的, 那么也就是说咱们现在设计的这样的一个三个小的网络堆叠起来, 具有的优势就是说它有更小的参数, 而且它的非线性会更强, 这也就是说我们想要的一个结果。 接下来再给大家看一个比较经典的例子, 刚才咱们说用三个三乘三的小的卷积盒, 去代替一个七乘七的大小的卷积盒, 有同学可能想了, 这个三乘三是不是还是有点大呀, 咱们能不能用更小呢? 比如说用这样的一个一乘一的呢? 咱们可以先看一下左边这个结构, 左边这个结构就是说, 首先我们也是把三层卷积对叠在一起了, 第一层卷积它是一个一乘一大小的, 第二层卷积是三乘三, 第三层卷积也是一个一乘一大小的。 那么这样的卷积结构它有一个什么样的特性呢? 它最明显的特性也是说我们所需的参数比原来会更小了, 最终咱们需要的参数是3.25c方, 那么正常咱们堆叠这样的一个三乘三的一个卷积呢, 它是需要一个9c方的参数。 就是说我们堆叠了三个这样小的卷积在一起, 然后呢会使得它的效果比咱们直接一层卷积的效果要少。 咱们这有一个特点, 大家不知道注意到没有, 就是说假如说我们想要得到一个特性图, 它可能是一颗h乘以w再乘以c的吧, 这个c就是说咱们filter的个数, 比如说在这里咱们filter的个数是用c来表示的, 那么对于左边这张图啊, 我们最终也是得到了一个h乘以w乘以c的一个特性图。 但是呢在这里啊咱们有个小技巧, 就是说把咱们这个1乘1的卷积盒啊, 我们所使用的filter的个数啊, 我们是用2分之c来代替的。 然后呢3乘3的一个卷积盒啊, 我们也是用2分之c这样的一个filter。 然后呢我们重点啊在最后一层, 就是说为了能保证啊咱们的两个网络, 它表达的效果啊是一样的, 我们最终啊一定要使用啊, 一定要是跟我们想要的, 就是说啊右边这张图啊, 它的filter的个数是保持一样的。 所以说就是我们左右两边, 这个a和b两个模型, 它们的表达效果啊可以说是相同的, 但是呢咱们左边这个模型啊, 它所需要的参数的个数是更小的。 呃左边这个参数模型啊, 它是一个经典的啊经典的网络, 也叫做深度啊深度啊就是这个啊深度参差网络, 这个深度参差网络啊是15年所提出的啊一个新的网络, 它的效果啊要比bgg还要强, 它最经典的做法就是说, 哎把我们啊把我们这样一个三乘三的网络, 我们用这样的一个形式, 就是我们啊画主啊就是我写的这个a类的一个结构图给它表示出来了, 这样一方面咱们能使用更小的参数, 而另一方面啊就是说我们的非线性也会更强的。 下面啊咱们就先来啊复习一下刚才所说的这个卷积网络设计的一些小的技巧, 就是说我们啊一个经典的做法就是说堆去堆叠一些这样小的网络, 比如说咱们可以堆叠三个这样三乘三的小网络, 去代替啊一个这样七乘七的小网络, 比如说我们这里有三个三乘三的啊, 它就相当于一个七乘七大小的一个大网络, 也就是说啊就是说咱们堆叠了三个之后, 最后一层的一个感受也啊相当于咱们这样经过一层七乘七卷积之后, 它的特征图上一个单元的感受也它俩是一样的, 这种做法也是比较经典, 也是咱们比较常见的, 大家还记彼着咱们之前说的这个bggnite啊, 这个bggnite啊它的一个最经典的做法, 就是说它的整个神经网络的架构中啊, 只有这样, 只有一系列的三乘三大小的filter, 就是说它的卷积的核的大小啊都是设议的非常小的, 一方面呢使得咱们这个啊, 因为它的网络啊是比较深的, 一方面呢使得咱们这个参数的个数啊就做减小, 另一方面呢也是使得咱们整个bggnite的网络的飞线性啊会更强的, 所以说呢用这样的小的网络去堆叠在一起啊, 也是咱们这个bggnite的一个啊最大的贡献, 那么为什么说啊就是说咱们这个bggnite能这么同用, 而且它的表达效果能这么好呢, 一个很关键一点啊就是在于它使用了这个三乘三小网络给它堆叠在一起了, 然后咱们刚才也说了就是说咱们不光啊能用这样三乘三大小的卷积, 咱们也可以使用一乘一的卷积啊就像我这张图上画的一样啊, 咱们使用一乘一的卷积但是呢咱们啊把filter个数啊设置为原来的一半, 然后呢在最后啊在第三层啊咱们要把filter个数给还原回来, 使得呢咱们这个网络啊所表达出来的啊特性啊是跟咱们啊就是相当于一个三乘三网络表达特性是一样的, 啊然后啊其实咱们不光能啊能把这样一个大网络啊拆分成几个这样的小的网络啊还有一种做法, 但是这种做法并不是很常见, 就是说我们可以把一个n乘n的卷积比如说5乘5的卷积我们给它拆分成一个1乘5的和一个5乘1的卷积啊这个东西啊咱们可能以后再看一些论文的时候可能会用到啊但是这样的卷积的设计啊其实并不是很常见的, 啊就是说啊咱们刚才说了啊这一二三点这三点啊其实它们有一个啊通用的一个目的就是说让咱们得到更好的啊让咱们得到更小的参数的个数以及呢更小的计算量, 也就是说使得咱们这个网络啊训练起来更容易, 而且呢它的非线性的表达能力啊会更强的, 呃现在啊咱们说完了这个卷积的操作啊那那么就是说咱们一个卷积时间网络啊最重要的两部分就是说啊一个是卷积一个是迟化啊在这里啊再给大家啊提几句关于咱们迟化的一些小技巧啊 啊就是说比如说啊咱们啊迟化之后一个pooling之后它最主要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啊比如说咱们啊原来的一个输入是一个24乘以啊24的一层pooling之后咱们说了它的长和宽都会减半吧 也就是说在这里啊咱们经过了一次这个迟化之后一个pooling之后我们这个啊我们这个特程图的大小啊要被进行压缩也就是说呢长和宽啊长和高都变成了原来的一半也就是说对于一个24乘以24特程图啊我们pooling完之后它现在变成了一个112乘以112大小了那么就是说啊我们啊原来的224乘以224的大小啊其实是能够更具代表性 更有啊就是说它的特征啊会更全面更能代表咱们这个原始输入的那咱们就进行pooling呢一方面是进行一方面是为了对图像进行压缩另一方面最主要原因就是说便于咱们网络啊第一个计算使得咱们网络啊能够更快去收敛咱们可以想一想就是说如果特程图啊都是很大的那么这个网络啊其实是很难训练起来的咱们pooling咱们必须要用pooling这个操作啊对特程图进行一步一步的压缩使得啊咱们这个网络啊 才能够训练得起来那么pooling完之后啊就是说咱们特程图哎它的一个大小变小了那么咱们该怎么去弥补这个这个啊怎么去弥补它特程图变小了呢就是说特程图变小了可能它的表达能力就变弱了那么咱们该怎么做呢啊一种最经典的做法就是说哎咱们不管有大小不是还有深度吗 深度啊就是说咱们这个filter个数啊比如说我这里用c来表示那么就是说比如说在咱们pooling之前哎我们这个啊咱们这个特程图的深度啊比如说是c1的就是说它有c1层咱们这样的特程图那么pooling完之后啊它的一个深度是c2了咱们要做的是什么比如说这个c1它是等于56的那么呀咱们经过完pooling之后咱们所选的这个filter个数啊 就要是原来的二倍了这是一种经典的做法也就是说呢咱们啊咱们啊咱们的特程图虽然它的大小发生了明显的改变但是呢咱们呀为了弥补哎它大小弥啊弥补它进行了一个压缩哎它表达的效果可能进行可能有所降低咱们为了弥补这件事咱们要使得它的filter个数啊进行一个翻倍这也是咱们在啊设计网络的时候啊所必须要啊所必须就可能不能说是必须 是一个比较通用的做法吧咱们也可以看到就是说很多经典的网络啊比如说VGG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网络啊它都是这么做的啊VGG一个经典的做法也是在咱们迟化层啊它要对于哎比如说咱们进行pooling操作了那么下一步啊肯定就是pooling完这个filter啊咱们pooling完之后咱们这个特程图的个数啊要进行一个翻倍比如说原来是56现在哎我们就要翻成112了啊这就是咱们pooling操作哎一个比较小的技巧咱们在设计网络的时候啊 一般都遵循着这样的一个方式去设计网络然后呢咱们啊再把这个卷积和pooling以及全链接啊我们给它堆叠在一起哎就完成了一个整个的啊卷积升级网络的一个设计过程啊这里啊就是给大家讲啊讲了一些咱们在设计网络的时候啊所能用到的一些小技巧咱们在实际看一些论文啊或者是咱们自己动手去设计一个啊咱们想要的网络的时候哎这些啊都是咱们能用得上的东西